今年的暑期恐怕都被《言喜攻略》和《如意传》这两部宫斗大戏给罢评了 甚至两部剧的观众开始撕逼 说看《如意比看《言喜攻略》的高级之类的两部剧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得爽呢 如果还嫌不过瘾 小颖今天推荐的这几部大制作的欧美宫斗剧 你可以接着录 宫斗这事可不止国内喜欢玩《如意》 名书二分之一 Hardes 2017 2018 8.4分8.3去年大火的名书 小颖都去追了下 记得也有和大家推荐过 而今年第二季已经上映 依然值得一追 该剧主要是两个劳宝之间的战争 而第二季又上升至姐姐和妹妹 甚至是整个家族的抗争 No 2 白王后 Dewide Cone 2013期 4分 根据畅销小说改编而来 背景是英国著名的玫瑰战争期间 主角是被迫卷入两个家族争夺王位的权力冲突中的三个女人 主角都很美 这才是追剧的前提吗 No 3 《王冠》在Cone 2016年第一季 9.2这部剧《女王室》同一个编剧 导演则曾导过《时时刻刻》 一共4季 主要讲述伊丽莎白二世和丘吉尔 在二战后重塑英文的故事 据说制作成本较高 非常好花大气 六四 《都夺王朝》 《Bitfielders》20077 六分 有人说这部剧太相艳 男女主角颜值都很高 主要讲述国王科利巴士宗教改革 和妻子西班牙公主凯瑟琳以及小三上尉的故事 该剧已经播到第四季 每季评分都不低 喜欢得可以追追看 No 《凡尔赛》 20152016 8.6分 号称要和英剧《康顿庄园》和美剧《权力》有戏一较搞下 因为这部剧《江湖传言》 是法国电视剧制作史上投资最贵 颜值最高的法剧 主要讲述路易十四 二十八岁这一年在风口浪尖时 作为法国波旁王朝的冷酷君主解决难题 并建立欧洲最奢华凡尔赛宫的故事 No.6 罗马 20058 9分这部剧仅播出了两季 评分都超高 于全力的游戏 斯巴达克斯号称为HBO 三部剧 不过很多观众确实为了看激情戏 但即使是沉重的历史剧 这部鲁马拍的也十分扣人心弦 非常值得一看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 那么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剧要来推荐呢 欢迎留言分享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